潮山人 潮山人所以离不开喝茶 我们在这边有四五十号人 经常会派代表来吃饭 这是派家里来人最多的一个小朋友 哈喽大家好我是卡卡 今天带你们去看一位潮山女孩的家 屋主婷婷和她的先生父母 还有两个小孩 住在这个八十多平米的房子里面 她说她家平时经常有二十几个亲戚一起吃饭 因为她的七八个亲戚们 就住在同一个小区里 她们简直是把商品房住出了大院的感觉 这个真的是奇妙的潮山家庭文化 到底怎么暗 难道是这个狮子吗 咦 真的耶 哈喽 欢迎来到我家 你家在二楼但是风景很好 对 当时买这个房子 就是因为看着有一个比较大的露台 因为我们家很多亲戚在这个小区 所以我当时是一定是要选这个位置来买房子的 那我的需求很明显 要么就要顶楼 要么就是一定要二楼平台 可以种花种草 我刚刚这楼现在还说 这是奇妙的潮山家庭文化 就是一定要很多亲戚住在同一个小区 因为我们在这边有四五十号人 所以你们这也一个大院了是吧 对 她们每天晚上出去就去散步 我说你们这都不叫散步 你们这叫游行 等下去 当时买这个户型 它是怎么样的 它原来其实是格局不太好的一个房子 开门就是见到一个厕所 那我就把厕所的门子改了 做了一个玄关 对 会有一整面的鞋柜 这边原来是 它原来是餐厅 原来的餐厅会比较小 这堵墙就机器人的那个墙 然后我把这个墙往后退了六十公分 让这个餐厅更大一点 因为毕竟我们家吃饭经常 少说就是二十口人吧 多则 多则可能三四十口 天呐 所以经常会派代表来吃饭 所以餐桌一定是要大一点点 但是潮山人呢 比较传统一点点 所以一定要圆桌多一次 这也是美法都不一样啊 你像木色 这是为了老人家选的 然后之前我选了这个红色的椅子 被我爸吐槽的要死 好 现在天天做的就是他 对 嘴里很嫌弃 但是身体很诚实 对 这个吧台是你后来做的 对吧 对对对 因为我们会喝咖啡 潮山人不是应该喝茶吗 其实不是我喝 是我爸妈喝 他们有一个神奇的早餐搭配 就是咖啡配馒头 这边这个水龙头也是冰水 可以在这里调个特饮啊 这边又加了一个冰箱 平时饮料水果是放这个冰箱的 他原来86瓶 原来是做了几房几厅 三房 然后我现在改成三房瓣 三房瓣 对这个炒谱理解一下 这是三厅 其中的一个厅 这边是个客厅 那边有一个茶室 对那边是一个休闲厅 潮山人 对对对对 潮山人所以离不开喝茶 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喝茶的一个位置 你家经常要招待像你说的20个人 40个人客人 那你的厨房要多大 我到现在都还没有看到厨房 厨房在进门口的位置 可能也就是五六个方 因为它是个拐角 顺便真的算挺大的 我们家的这个动线也是要保证 至少两个人同时可以 就是炒菜的 一起炒 然后这边又加了一个电磁炉 这边也有个水盆 就有一个人可以在这洗 切炒 然后你看你那边又有一个水盆 这个动线就两个单独 那边洗切炒放 因为稍微把淫浴间压缩了一下 就把蒸香和烤香放了进来 像我们有的时候烤的不够 我们还得把这个空气炸锅也用下 对也要用上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消毒碗柜 然后还有洗碗机 因为我们吃的人太多了 加谁炒 大部分是我妈 所以我妈当时提出来的厨房的 唯一一个要求不是大 是一定要有空调 因为她经常热气腾腾的 对因为以前没有空调的时候 我妈还得自愣一个风扇在厨房 这个水直接这么拉过来加水 像我们要煲汤 你看这边已经煲了汤 好香啊 这是鸡汤嘛 已经煲好了 对今天晚上不是有人来吃饭吗 然后我妈就提前就煲好了汤 我就选了史密斯的载气灶 这个也很好用的 你像它炸东西 它就可以很精准地调那个油温 所以这样才会好吃 没有烟你发现没有这里 对对 而且挺静音的 你这个动线也是合理的 这个餐厅离厨房很近 就是菜端过来就可以吃了 这边是个热水吧 你们分的这么细啊 因为不必要稀释说我喝冷水 然后老人家喜欢喝热水 他们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树融的咖啡 可以就在这里 那我有一些喝的一些花茶 它是寄热的呀 寄热的 它有一个儿童树 然后你就点开这儿童树 一掰热水就可以出来了 然后我们平时洗杯子的话 我们就倒水在这儿 然后像这种杯子是有些造型的 你就弄了一个这个洗杯器 会被压坏 哦 这个很方便 包括红酒杯 那些是不是也可以在这儿 这边你就是洗完以后 你就放在这里 就可以在这里沥水 这个台面为什么会高呢 就是因为四倍我都藏在下面了 我家用的也是他们的净水器 对我们家用了蛮多它的产品 你像中央空调 新风 包括我们家的抽油烟机 燃气罩热水器都是它的 因为它可以直接就在手机里面去解决了 我之前也是用A.O. Smith的净水 但是我不知道它原来还有这么多东西 都可以一起在一个系统里 这个就是我说的那个半间房 就做了一个开放式的一个书房 可以看到客厅 这里还可以当留宿客人 对不对 这是我小姨岁的 就我小姨每个周末会过来打麻将 每个周末来打麻将客人都有房间 拉起来 哦 用了一个推拉门把它跟客厅隔开了 对对 这边是不是也可以拉 是的 拜拜 关起来里面很安静 对 然后又可以作为一个沙发的一个背景墙 躺开的时候 我希望更多的空间是互动的 就订了一个可以旋转 这是专门定做的 对 然后就可以转过来这边就给客厅 这个就是你小孩的房间 对 地上的地毯是我专门给他订的 因为这个是他写给我的 从鞋垫里面拿出来的情书 因为他怕丢了 他觉得放在鞋垫里面是最安全的 然后说挺有味的 所以我就把它做成地台 这边就是我们的洗手间 我不是说原来它的厕所是向着门口的吗 那我就把门口的方向改到这边来了 其实位置没变 只是把开门的地方变了一下 对对对对 然后这边呢 这里还有一间房 父母的房间 父母的房间 这个外面还有一个小的一个露台 你的这个房间里都很不像潮汕人 因为我就发现福建潮汕有一个特点 家居很喜欢买成套的 就我爸也是一定要一套一套的买 就发现你家都不是一套的 所以这是你的审美主导的整个方向 对对对 然后要跟他们博弈 这个就是我们的主人房 主 主 然后你会发现我们真的很喜欢绿色 也是绿 往这边看的话就是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椅子 所以我有的时候下雨天我就会坐在那发呆 也正好外面可以看得到你种的树啊 你的院子啊 从这边进去就是 洗手间 露台就是在这儿 哇好大啊 是 我就把它给利用了起来 变成了喝茶的一个区域 你的朋友们是不是 亲戚们是不是要来吃饭了 门铃响 差不多了吧 我们大部分亲戚都知道密码的 那你不会觉得这样没有什么隐私吗 也不会 其实可能潮散人家庭吧 然后我也会知道我妹家的 然后也会知道我弟家的 因为为什么下雨了 没人在家收衣服 就会打电话 谁在哪里哪里 赶紧去收衣服 然后就挨家挨户收衣服 所以没有说把这个东西变得很很拘谨啊 因为他们也不会半夜跑过来 其实大概还是互相有一个知道彼此的那个边界的 对对对对 原来住在派人家 原来的房子大概是这里的好几倍 然后换了好几套房 就是一直在换 后来才发现其实不是房子大了你就有幸福感 你像我们现在住在这边 我妈要是回老家了 我没饭吃了我就会去小舅妈那里吃 然后小舅妈那里吃腻了我就去我三姨那里吃 然后我三姨那里我就觉得不好吃了 我就跑二姨那里去吃 我每天可以换着不同的口味 一碗热汤的距离 然后你又平时互相有一个照应 我表妹然后表妹的场景 好吗 这像那个鸡汤 哇很好吃的 你看看这个猪毒汤 哇看起来很好吃 就不要好有烟火气感受到了 因为我们拍的现在很多家 大家都会对隐私或者我要自己住 我要有一个自己的空间 这件事很在意 但是你好像很享受这样的状态 House 和 Home 我觉得是不同的 那是因为有人在里面 房子才能称之为家 现在大家都住在商品房里 都是一个一个单独的盒子 但是当你的周围有亲戚以后 哪怕你在一个陌生城市 你就会觉得好像也没有离开家 对对对 这是拍家里来人最多的一个小朋友 我跟你介绍一下我们家里的这个 我爸 哦是他 对对 我妈 我小姨 我小舅妈 然后小舅 小姨丈 又妹夫 然后我老公 对 然后那边就是一群小朋友 你们这样的聚会多久一次 我们家这样子的聚会 平均一个月至少两次吧 你就差不多 真的 应该都是隔三差五 对隔三差五 对隔三差五 好 你好 对隔三差五 又一次 谢谢大家